在香港,中小微企搵食艱難 現在是,疫情期間更加是 當你吊鹽水,快斷氣的時候 突然有媒體公司主動埋身說欣賞你 正在幫你,怎樣幫? 說免費幫你拍片宣傳 還有明星跟你合作,在各大平台播放 千載難逢的機會宣傳自己的店鋪 信他?你就輸了 可能在他們的黑衣兜拿飯吃,真的很無恥 而且他們覺得自己不騙人,他們正在幫你 他們都很無賴地回避問題 我相信他們其實是繼續騙人 是一個專業的騙士 類似的故事,我們剛才報導過 有媒體製作公司說用800萬 邀請尖稅民拍攝香港十優商戶節目 開始說免費,簽約時 才說要付48000播放和版權費 有人還付了錢,但沒有拍片 不過這次,受害人更多,時間更長 參與的藝人亦更多元化 方力申,鍾書曼,名務陳家勇等等 都在其中 而且涉事的媒體公司 還有假務免費報章之名 周圍行騙的嫌疑 我覺得他們應該有一個很專業的團隊 去幫他們策劃整件事 令他們可以遊走在法律的邊緣 因為真的策劃得很完美 警察都直接說他們懂得走法律 Kenneth,陳小姐和潘小姐 都是初創小店的老闆 當初也是受到這間媒體公司的垂清 要免費幫他們拍片宣傳 他當初來Koko 他有說他們公司是免費報章的公司 你是我們精心挑選的客戶 現在有一個免費的宣傳機會給你 想約一個時間 上去跟他們談談 怎樣去做一個宣傳 他說想幫一些小企業 小商戶去度過這個疫情 就說有一個免費的平台 給我們增加曝光 就說挑選我去參加節目 到時候有明星幫我拍片去宣傳我們店 我也有問他為何你會選到我 剛剛成立 當時一個月 他就看過我公司的背景 就很欣賞我的理念 就挑選了去參加 我聽到他說是一個免費 我本著的心態就是 基本上是聽一下是怎樣 他們職員還不時強調 自己公司和免費報章的密切關係 都市是恩大于都市日報 我們是都市日報旗下的媒體力 以往我們是做財金雜誌的 那時候就不會對外開放的 近年其實今次的活動 主要是想支援中小企 其實多一個平台 給你們擺放資訊在上面 起碼會令到更多人去認識到你們 幫你們拉回一些客人感 看回他們公司網頁 還寫明10年來舉辦大小活動 得立法會議員、政府官員支持 今次為中小企作品牌包裝 在不同平台曝光 帶來更多機遇 甚至進軍海外市場 不過只要我們在網上 一輸入這間公司的名字 就會出現偏安和騙人等等字眼 為什麼這麼多市主都會上當呢? 據了解這間公司負責人 是一名姓李叫Jeff的男士 至於出面遊說各位市主的 包括自稱會計的彭女士 職位是節目總監的羅先生 還有節目監製洪先生 他們如何引導大家乖乖地付錢呢? 這個整個program 一起做是要包括 放在五大媒體 所謂一些平時大家 拿到的免費報紙 或者一些常見的紙媒 甚至乎一些出名的網上媒體 都會有些廣告 亦都會參加一些商機日 和很多不同行業的人士去交流 亦都會有些頒獎典禮給我們 他不是這樣空口說法 他真的有些報道 訪問一些名人 CEO那些 如何成功知道 或者是如何投資理財 不斷說他們有多大的支持 有多大的網絡 所以他那一刻又沒有質疑到 他在說一些假的事 最重要的是 對方一直都沒有提到這件事 他在談過過程 其實他沒有提及過任何收費的東西 他也是在說 放在他們一個免費的地方 可以免費宣傳 說了一段時間才說 我和這個名模 去拍攝一個影片 是要付錢的 就是說了兩個多小時 才說要錢的 起初說免費拍攝 說到尾就說 收回二千元版權費一個月 還說是蝕著做來幫你 不過既然知道要錢 可以轉身走 他就不斷說 我們大老闆 其實拿幾百萬來投資這個計劃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網絡 很多的資源 是你們小企業做不到的 但是我們現在只是收你很少的費用 你就可以參加到這個計劃 就是再努力幫你宣傳 我也有說要想一想 他就說你走了之後就沒有了 沒有機會了 你自己找個明星拍四、五十萬都做不到 我們現在才是四萬多兩年給你 然後我就覺得 走了就好像沒有了機會 最終選了兩年就給了五萬二千八百元 基於我們真的對自己的品牌很用心 所以可能就是因為這樣被它誘惑 打算是免費報章旗下 有龐大網絡是高級製作 有他們幫忙宣傳店鋪 付少許錢都無所謂 誰知道拍攝當日 只是一個燈、一個手機和一個攝影師 拍攝團隊單一個人 我會預期可以給我NG等 因為我始終沒有拍過 即使我說得不好 他也不太想我再說一次 原來之後有下一個人來 所以他就很趕 這樣也不知道 當日自稱會計的彭女士 還忽然超人變身 這個導演就是那位彭女士 有卡片就是寫創作總監的 有投訴人還說 拍出來的片竟然是超業如水準 內容、剪接、畫面上 它說不到我想說的 例如我想介紹這個產品 我想說我提供什麼服務 但中間其實是沒有重點提及的 而且剪接的手法 感覺上好像很業餘 我自己也可能做到 最想不到的事 是在2022年頭 免費報章的集團發出澄清啟示 強調他們和這間媒體製作公司 是沒有任何關係 見到那個聲明 就晴天霹靂 當下我才知道自己被人騙了 因為原來他說 背後的製作團隊那麼厲害 他們有多少資源 其實全部都不關他們的事 雖然彭女士恥口否認 過去一直都有關係 至於當時日報 現在出這個聲明 是老闆和老闆之間的事情 他那段聲明都是不對的 那為什麼你們不出聲明呢 其實為什麼一直沒有關係 他當全世界是傻瓜 不過有受害人就發覺 我們再回去看他們媒體公司 社交媒體 就發覺他們已經改了公司的簡介 就發覺好像被騙了 有受害人在簽約後 但在拍攝前 見到一個澄清啟示 問過律師認為有關公司 可能涉及失實陳述 建議他要求 終止合約和拍攝 不過得到的回應是 他好像完全看不到我們的訊息 完全沒有回應 二度不回 加上突然說 我們約了你一天 拍攝了 然後我們不斷發聲 因為你收實陳述 所以我們不會出現 亦想你終止合約 他一直以讀不回我的訊息 不斷發出一些拍攝的內容 到拍攝那天 他還說 人們等我幾個小時 你都不出現 那一刻 即是逮捕我們 他們更推翻 之前自己說過 是某間免費報紙的子公司 他們就開始反口說 我從來都沒有提及過自己是這間公司 難道職員這句話是AI生成的? 都市 是欣大於都市入部的 我們是都市入部旗下的媒體力的 一群苦主都覺得受騙 日品小額前債審裁處要求退錢 不過又被他用陰招擋了 2022年4月1日的 但到現在都未完成 因為不斷在那裡玩 因為他收不到訊 所以法庭找他有這個權利 可以再去延期 再出席 他申請延期出席 我們都要跟隨法律的指示 但當延期就知道他又沒有出現 然後又要再延期 延期收訊… 但他每次都沒有來 法庭又說維持原判 但很不幸地 我最近又收到他說他延期 所以我接下來又要再去上庭 就算千辛萬苦打贏官司 苦主都說沒有他苦 我拿著聖導書跟他說 他都直接不理我 完全沒有想退錢的議員 即使想透過執貸來收款 但本身我亦發現 他經常更改公司地址 拍攝的片段涉及多位藝人 他們又知不知情呢 我們分別聯絡過科力申 鍾舒曼和陳家勇 全部都拒絕受訪 只透過經理人說 藝人只是參與幕前工作 沒有參與內部的事務 不過據苦主們說 起碼聯絡到四、五十個苦主 但看看和大家簽約的公司 原來有很多間 和我簽約的公司 這個公司的股東 根據公司註冊處上顯示 還是免費報紙的當時的主席 而其他他開了相似 類似公司的名字 全部的股東都是彭小姐 這位彭女士 一時說自己是會計 一時是導演 一時又是創作總監 原來她還是董事 面對這麼多投訴 我們一於聯同多位副主 找這位彭董事給個交代 我打工 你找老闆把鬼給私事 我就不會回應你了 那你找老闆 因為其實找老闆的回應是最合理的 你停止說電話 你想怎樣 不好意思,等一下,好嗎 不要等著 不要等著 大家都是時間 不要等著我 我等你幾年了 我等你幾年了 你很快點賠錢 彭小姐 想知最後的結果是怎樣 這位彭董事怎樣回應 留意明晚東張西望 免費宣傳 正在幫你,正在騙你